哈囉!歡迎回到阿伯的頻道 那我們今天要來看這隻邪律天鵝的幼蟲 那剛剛阿伯下班的時候發現牠不見了 我找了非常非常的久 後來是在我架子的底下 那個地方 牠躲在那邊 這應該是牠可能準備要化融了 所以開始會離開牠的石草 那目前的石草已經換成谷口芋 都已經換成谷口芋了 那已經給牠吃得也差不多了 原本應該有四片葉子 目前吃掉了 有一片已經完全吃光了 這個吃光了 然後這一片吃一半 這一片也吃一半 這還有一個大片的 他沒有吃 一大早就給我搞失蹤 我以為牠可能被蜘蛛吃掉還怎樣 找非常的久 好 那目前這樣看起來應該是差不多要準備化融了 如果以牠的逃跑的行為模式來看的話 牠應該是準備要化融的 所以 目前就是要密切的觀察 以防牠又逃跑 或是直接拿一個盒子把它裝起來 然後裡面再配一片葉子給牠 因為這種天鵝的幼蟲好像會 用葉子把自己捲起來 然後在裡面化融 牠有這種吸性 所以 目前就是打算說拿一個棉洗碗 然後 弄一片葉子進去 再把蓋起來 好 看能不能讓牠化融 不要再給我落跑了 欸 剛剛真的是不見 我以為牠 翹毛了 好 來看一下 現在這隻蟲 羅肥 好 這是我的大拇指 已經這麼大了 跟前幾天 已經 差了不知道幾倍去了 大概養牠差不多 差不多 一週多的時間了 長非常的快 也非常的會吃 還好 還好昨天 發現 外面的花圃 有一盆 琥珀玉放在那邊 葉子有四片 而且都蠻大片的 不然我真的不知道去哪裡生這種東西了 因為牠已經把柴葉玉吃光了 其他的 其他的芋頭牠不是 差一點就是 面臨 食草荒 還好 找到這一盆 好 那 應該是這一兩天 牠會開始化融 那之後阿伯會一樣 就是拍影片 上來跟大家分享 那記得幫我訂閱開啟小鈴鐺 那你覺得影片不錯的話 幫我分享一下 那我們下次見囉 掰掰